第二三臺北羽球公開賽 大會的女單頭號種子 臺灣一姐戴姿穎 在四強賽維持好表現 面對泰國選手崔基翁 以二十一比十二 二十一比十六直落二 輕鬆過關 創進冠軍戰 雖然小戴還在適應場地 但面對冠軍戰對手 華裔美籍的張貝文 過去十次交手 拿下八勝並不陌生 有機會搶下生涯第五座 同時也是時尚最多次的台北賽冠軍 而同樣是國手等級的球星 男單好手王子維卻不太順利 六比二十一 十八比二十一 連輸兩局 敗給印尼選手 瓦爾多佑止步四強 蠻可惜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自己身體狀況還可以 但主要今天的失誤太多了 對啊 有些非必要 非受不幸的球也自己失誤 雖然比較疲勞 但這戰第六戰 但這次的成績也比之前的好 這樣我覺得就蠻值得的 雖然沒能挑戰冠軍 但王子維在本屆台北賽找回手感 是歷經一月底到六月初 九連敗低潮過後 標現最好的一戰 重拾信心之後 羽球王子期盼在後續的 韓國日本公開賽 能持續有好的發揮 YTV台兩位陳薇花採訪報導